随着利率的不断上升,欧洲房地产价值的不断下降,近期全球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黑石Blackstone出现了5.3亿欧元的CMBS商业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违约引发了持续关注。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。 此次的违约其实也可能和黑石其自己的房地产、投资信托基金BREIT、Blackstone Real Estate Income Trust出现挤兑有关。 去年10月投资这开始赎回,资金达到18亿美金,为资产规模2.7%,虽然额度超过了2%,但是黑石还是允许了赎回。 11月,有更多的投资者想要赎回,此次黑石并没有全盘同意,只是允许了不到50%的申请,总计约13亿美元。 于是,在12月份,恐慌情绪席卷黑石投资者开始大幅赎回,黑石迫不得已将赎回比例降至0.3%。 这一操作更是让投资者们嗅到了不一样的气息,当日,公司股价一度暴跌12%,收盘价跌幅超过7%,在今年1月,赎回金额再上一个台阶,达到了53亿美元,其中只有13.25亿允许赎回。 在2月份,仍有39亿的赎回请求,也只是兑现了14亿。 到这里,笔者认为,目前黑石可能正在遭受这种流动性危机。 去年12月,黑石再次宣布,你以12.7亿美元的价格,将米高梅大酒店和曼德勒海湾度假村49.9%的股份出售给VICI。 今年1月24号,据可靠消息,黑石正在商谈将其在印度最大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Embassy Office Parks中的大约一半股份出售给私募股权公司贝恩资本,按当前价格计算,价值高达4.8亿美元的交易。 1月26号,黑石集团以2.4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巴塞罗纳的Planeta总部建筑,最终盈利不超过4%,属于紧急套现操作。 在1月31号,CT Developments Ltd. CDL表示,正在洽谈从美国私募股权巨头黑石集团手中收购伦敦历史悠久的ST Catherine Ducks SKD住宅和商业综合楼,预计价格为4亿英镑。 短短几个月时间,黑石已经套现超过25亿美元,然而似乎好像金额还是不够。 同时,加州大学投资了45亿美金在BREIT上,曾经还有说加州大学在门声发大财,但是从这些情况来看,这无疑是一步险棋。 如果流动性问题解决了,那么黑石也不一定会出现近期的违约事件。 一系列的事件背后,主要还是在资产价值下降和利率上升的环境下,引发了人们对房地产资产表现的质疑。 在欧洲、美国房市出现巨大压力的情况下,黑石其实可能已经陷入了一个艰难的困境。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,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,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。 02-9188-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,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。 下期节目再见。